那一年大家称称恳恳 说一句是一句 那一年书信很慢 笑容很真 一生只爱一个人 本期给大家解说的是 1979年拍摄的纪录片 中国人的面貌 相比伊文斯的鱼公一山 和安东尼奥尼的中国 该片就如同一颗 被人忘却的沧海遗珠 别说找片源了 就连基本的介绍资料都没有 而在最近的半年里 我经过多番折腾和努力 终于从国外的某国家影像弹馆 寻到了该片的高清版本 并请人进行了听译 虽然影片只有短短的三个小时 但却记录中国各地的人情风物 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影像 眼前的这名男子叫老李 是广东花东生产队的队长 每天早上七点以前 他要赶到广播室通知村民出宫 所以天刚蒙蒙亮 一家人便爬起来 忙着洗脸漱口 生火做饭 老老小小配合得十分默契 这边才挑水洗好菜 那边就以生火煮着饭 吃完后 老李匆匆赶到了广播室 随着他的一声播报 村民们纷纷带上农具 开着首幅拖拉机 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在旧社会 少数地主占着全中国将近一半的土地 农民几乎一辈子都是在替地主打工 不少人甚至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可谓四海无闲田 农夫油恶寺 像历代封建王朝 为什么没有一个能超过三百年 为什么每到一个历史节点 便会一键重启 其实这一切归根结底 就是两个字 土地 随解放后 新中国实行了土地改革 真正做到了根折有其田 像在花东人民公社 生产队会根据每个人的体能 以及工作时间和工作效率 来记录公分 正常情况下 一个体格健全的成年男子 一年能挣四千个公分 大概相当于三百二十块现金 我每年根据收成的好坏 换算比率会有略微的浮动 像牢里家有五个成年人 去年跑去生活开支后 一共攒下了一千元 另外他家后 四点五亩的自留地 养了三头猪 每年综合下来 有三百元的额外收入 在解放前 村民们一旦遇到汗牢重灾 只能到庙里求神拜佛 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老天上 如今花东公社 拥有了气象观测仪 能有效地预防自然灾害 那农科站的技术园 对阵下药 根据当地的害虫特点 自制了专门的杀虫剂 另外还改良了土壤 研发了新的种资 当时每个生产队 至少会配备 一到两名技术园 甚至像花东公社这样 成立一个农科站 这有效防止了 农业技术被资本垄断 使农业技术完全服务于老百姓 而不是服务于资本 水利方面 村民联合其他四个公社 修建了九座水库和许多河流沟渠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灌溉用水系统 更有意思的是 这个水库可以分三层放水 温暖的表层水用来促进幼苗的生长 寒冷的生水则用来杀死害虫 为了最大化的利用水流 花东公社还修建了一座自己的发电站 据我查阅资料 这座电站应该是位于今天花东镇的里西村 它到现在虽然已经历经了50多年的时光 但还一直正常运行着 花东公社还自己组建了一个小型铸造厂 因为当地没有矿石资源 他们便把城市回收来的沸铜烂铁融为铁水 然后锻造成拖拉机耕地机等农业机械的零部件 这样既做到了物尽其用 也节省了不少维修费用 在60到70年代 国际形势一度非常紧张 为了繁范帝国主义的在此侵略 花东公社会定期组织民兵到旧外拉链 这其中不乏一些英姿萨爽的金国女杰 一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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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由于当时没有个人经营的商店 所以柴米油盐衣帽鞋袜 铁锹锄头等各类生活劳作用品 都需要到供销社购买 而且很多物资都是限量供应 购买的时候光拿着钱还不行 好用到各种票 比如买不用布票 买粮就用粮票 如果是电风扇缝纫机自行车这些大件 好拿着供销社主任的批条才买得到 这是花东镇的银行 柜台前占着许多钱来存款的村民 通过积蓄 他们可以拿到3.2%的年化利息 整个银行呈半开放式 没有铜枪铁币 没有反弹玻璃 而工作人员数钱点钞全靠手 账目也是靠算盘计算 那会也没有信用卡 没有超前消费的理念 虽然收入不如现在高 但是有一分过一分 目前花东公社一共有26所学校 共有一万多名学生 像在安东尼奥尼于972年拍摄的中国中 农村的小学连刻出黑板都没有 相比额岩花东公社的学校要好很多 在民国年间 长江沿岸省份常常遭到血吸虫的危害 这种寄生虫进入人体后会不断吸食血液 使人变得骨瘦如柴 肚子却大如月骨 所以老百姓都把它叫做大肚子病 当时感染血吸虫病的人高达上百万 一些雨水相邻的村落甚至死到只有几户人 1949年解放后 国家动员各地群众消灭载体丁锣 彻底切断了传染源 同时在溢水里喷洒农药 清掘幼虫的滋生环境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 全国的血吸虫病终于得到了有效控制 除此之外 老鼠苍蝇蚊子臭虫也被裂为了死害 在过去农民几乎享受不到任何的现代医疗服务 常常都是一病穷三代 但现在村民每年只要交一块钱 就可以享受到全部的医疗服务 为了提升农村的卫生医疗条件 公社会挑选一些农民前往城里 学习基础的医护知识 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赤脚医生 他要谋视插秧种田 咸十一病救人 虽然水平不是很高 也治不了什么大病 但应付感冒发烧 跌打损伤之类的小病 还是绰绰有余的 像这个小小的药箱里 装着各种急救工具和药物 堪称当时农村的移动医院 由于西药的价格比较高 所以公社便自己生产中药丸 而赤脚医生也多使用 中医的方法来治疗疾病 这其中以针灸最为常见 他能治疗头疼风湿等多种疾病 也可用于触及麻醉 很多西医之对此持怀疑态度 而在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里 医生在对未妇女进行抛肤产手术时 就是使用针灸来进行触及麻醉 因为只要医生熟悉人体血位和中医医力 就能用这根小小的银针触及神经 切断疼痛感 可惜的是这样神奇的传统医疗技术 很难看到 在无锡的这家诊所里 一位右手麻痹的老人正在接受针灸治疗 据我目测第一针扎的是河骨穴 能起到疏通气血的作用 第二针扎的是曲蚀穴 专制手麻痹无力上之不随 但对一些拿捏不准的疾病 医生也会使用X光透视机来检查判断 有往说中医没落的主要原因就是太便宜 但我个人认为是医患关系的改变 才导致了中医的没落 记得几年前我去一家中医院看病时 排队的大爷告诉我 小伙子看中医药讲缘分 你的病不一定适合他的药 他的药不一定能治你的病 这话讲到了中医的一个精髓 就是体质 同样的病同样的药 可能换一个人就不灵了 而在中国古代或者70年代的农村里 许多小孩从一出生 就是由本村的医生诊治 他们对病史和个人的体质 就像家人一样了解 所以使用中医治疗自然能得到很好的效果 但这只是我个人基于生活经验的一些想法 如果你有其他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那么本期就到这里 纪录片的另外一半 我将在下期解说 请大家持续关注 感谢观看